現在我在芬蘭首都 這裡是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當地人就叫做White House的白宮 但其實不是白宮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裡 試一間咖啡店 這個叫Cafe Eagle 這間咖啡店是相當漂亮的 我們來這裡試一下喝咖啡 這間咖啡店是相當優雅的 Lingamere, apple juice, mockcha, and house coffee Yes, thank you One more thing How do you say thank you in Finnish? Ti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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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芬蘭的下午 探一杯House Coffee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喝咖啡 我是喝茶的 但是陪老婆來喝 我老婆是咖啡迷 那就講 在咖啡店 在黑爾生基的咖啡店 就講一下咖啡的歷史 其實咖啡的歷史 就跟這個Coco 就是巧克力 和茶的歷史 可以說是一脈相成的 三樣東西都叫做可上飲物品 這個是經濟史研究裡面 相當熱門的題目 研究中國和印度的茶 研究非洲和南美洲的咖啡 和美洲新大陸的可可豆 都是近幾十年 研究經濟史裡面的熱門題目 那麼這三樣東西 在古代都一度曾經成為貨幣 為什麼歐洲人會這麼喜歡喝咖啡呢? 其實咖啡呢 大家知道了 那個發源地在埃塞羅比亞 據說有一個牧羊人 有一天就放羊 然後看到那些羊 就吃了醬果 然後很興奮跳來跳去 他百思不得其解 然後他自己去試一試吃那些醬果 結果吃完之後 他也很興奮跳來跳去 自此之後就發現了 原來這個 咖啡豆 有興奮作用的 有提神作用的 那麼這件事情 後來非洲大家知道了 就被奧圖曼帝國 阿拉伯帝國 一度控制了很長時間 所以咖啡就成為了阿拉伯人的專利品 那麼歐洲人呢 在這個時候 就不多機會喝咖啡的 也有 但是不多 在古代中世紀的時候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發現了新大陸 全世界當時呢 有三個地方是產咖啡的聖地 第一就是埃塞羅比亞 第二就是葉門 或者叫也門的地方 第三個地方呢 就是今天的新大陸 美洲 南美洲 中南美洲 大陸 很多很有名的咖啡豆 都來自那裡 南山咖啡 Blue Mountain 等等都來自那裡 那麼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就發現了一些咖啡 都適合在當地種的時候 就大量呢 利用奴隸 一些黑奴 南美洲的土著 在南美洲呢 大規模種植咖啡豆 然後就是運到歐洲 那麼所以自此呢 歐洲人就開始喝咖啡了 不同的歐洲人 就加了不同的口味進去 譬如是意大利人 大家知道了 喜歡喝這個Cappuccino 法國人呢 就加牛奶 就變成Latte Latte的法文 Cappuccino的意大利文 那麼 與此同時呢 由於哥倫布呢 發現新大陸的時候 他發現了可可豆 可可豆呢 就是巧克力呢 同樣都有這種提神的作用 在這個古代呢 在一些戰士上戰場的時候 食用的 食用完之後呢 第一,熱量就高了 第二呢 就是 打仗呢 就如有神做 所以呢 咖啡豆和巧克力 混合起來就變成Moccha 或者是Moccha 那麼這個Moccha Moccha呢 又是帶到歐洲的時候呢 又變成了貴族的玩意 所以在那個時代呢 就是大概在 啟蒙運動、文藝復興 之間的時期呢 咖啡全部都是貴族喝的東西 一般平民百姓呢 是沒有什麼機會喝的 直至到 剛才所說的 這個 貿易的普及 帆船的遠洋航行 變為輪船 那麼大規模將咖啡豆 從南美洲帶去 其次呢 就是 近代以來 這個是阿拉伯帝國的消亡 奧圖曼帝國的滅亡 所以呢 非洲呢 就重新成為了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那麼帝國主義的國家 就在非洲大規模種植 咖啡豆 然後就將它帶回歐洲 成為這150年來呢 歐洲人必喝的一個 產品 那麼 同時間呢 茶葉也是一樣 我自己很喜歡喝茶的 我也是喝英格式茶的 英式紅茶 或者加少許檸檬 我有一杯不加奶的 也不加糖的 就是紅茶加檸檬 簡單來說 檸茶 我是很喜歡喝的 就是Algray 這個 breakfast tea 我很喜歡喝 話說呢 英國人呢 就在中國呢 就帶了很多茶葉回去 那麼就成為了一種主要的貿易 但是呢 導致了英國的白銀呢 就大規模流入了去中國 那麼英國人覺得不對勞 所以他做了兩個舉措 第一個舉措就是找鴉片 這個就是鴉片戰爭的發展史 大家已經很熟悉的了 那麼我不詳細講 那麼 另外一個呢 就是偷偷地把中國在福建 種的樹 茶樹 帶去其他地方 那麼其實亞洲最出名的種茶 就是台灣 福建 以及日本 那麼主要其實就是中國的福建省 那麼在那裡種了很多很漂亮的茶樹 然後呢 小朋友大大經過四五十年的嘗試努力 才能夠改變到 因為呢 就是種茶是要很高的技術 中國的國水來的 日本就叫做茶道 那麼這個種茶呢 就要很高的技術 他們由1840年開始 嘗試在印度種茶 最後去到這個1890年呢 才能夠成功種到 就在哪裡呢 就在這個 阿薩姆一個地方 印度北部 印度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嘛 所以阿薩姆紅茶 就由那時候開始來了 那麼後來呢 除了阿薩姆之外呢 就去到這個喜馬拉雅山的對面 一個地方叫大吉嶺 那麼大吉嶺又種紅茶 斯里蘭卡又是英屬的殖民地 又種紅茶 所以呢 英國呢 慢慢呢 就由這個入口的紅茶大國 就變成了這個 自己在殖民地生產的紅茶大國 分別有石蘭紅茶 阿薩姆紅茶 以及大吉嶺紅茶 那麼他們的口味呢 是調教到英國人更加喜歡 那麼 而不是純粹是好像福建那些茶的情況 所以喝茶呢 可以講到很多貿易的歷史 我們今天呢 除了講咖啡之外呢 去超級市場 帶大家看一下 當地的茶和咖啡 是什麼一本事 就是一個金魚 就是一本事情 你就下次要走 我認識一點 從事村莊 什麼之外呢 我的小人 你媽媽沒有幾乎 我閒時 我聽到 我認識到 第一,聽音樂 我覺得我自己很適合在芬蘭生活 為什麼呢?我在香港有濕疹 第二就是有鼻敏感和有皮膚敏感 我來到北歐這些日子 一次都沒發作 濕疹一點都沒有 為什麼呢?在香港是出汗 不斷出汗 在這裡不同 夏天現在都是18度 我偶爾有汗都很快乾 就不會像香港這樣說全日 所以這裡我覺得自己不是生不逢時 是生不逢地 我根本是完全適合在北歐生活 我要積極考慮 怎麼可以搞自己和女兒老婆過來 但是芬蘭生活費實在太貴了 你沒有三兩千萬的身家 賣了房子 你是沒辦法在這裡生活的 靠利息收入 因為這裡的租金 以及他的生活的租金 實在太貴了 不是一般人負擔得起的 我真的要積極研究一下 怎麼可以讓自己負擔得起的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推介 太子餅店的月餅 希望支持我的網友 今年可以考慮一下 來太子餅店買最新推出的奶黃月餅 這裡有兩個包裝 一個就是傳統的八個包裝 八個非常好意頭 這個八個包裝是奶黃月餅 奶黃月餅就比起我個人認為 比起這個傳統月餅 口感更加好的 而且是適合現在這個世代的人的口味 同時間呢 吃完月餅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膩 最好喝了茶 所以太子餅店 今年是跟一個英國的品牌 Tea Pig Tea Pig 就是合作出一個 既有茶包 也有月餅 在裡面的 這個就是四個裝 四個裝 但是裡面是有一個茶包 這個茶包是八爵茶 英國最出名當然是喝八爵茶 現在我試一試這個月餅 味道如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嘗嘗嘗嘗嘗嘗 看一看 那個餅上面是寫著太子兩個字 而且呢 就是它這個尺寸我覺得是剛剛好 因為現在坦白說 現代人你叫它吃傳統那些 大的月餅 不是每個人都吃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尺寸剛剛好 奶黃味很重 而且感覺是一點都不流 就是非常之健康的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吃到心裡 跟外面的奶黃月餅的感覺是不同的 外面很多奶黃月餅 吃下去就會 掉出來的 這個你看到我吃的中間 一點碎都沒有 這個是 非常之好吃 今年跟大家誠意推介 希望各位網友支持我的朋友 都可以來太子餅店 幫忙一下 ações 吃到 行